哈喽大家好我是阿九 iPhone 13全系列机型已经火爆开售 其中首次加入120Hz高刷屏的Pro版本最为火热 甚至在苹果直音店门口直接有黄牛加价千元回收 其火爆程度可想而知 但需要注意的是 有不少用户在体验之后并没有给iPhone 13 Pro系列的高刷打出高分 因为有一些应用的画面被限制在了60帧 据报道 iPhone 13 Pro 配备了ProMotion显示技术 可以实现从10Hz到120Hz的自适应刷新率 虽然系统添加了限制帧速率开关 用户可以手动将屏幕最高帧率限制在60帧 但是似乎即使用户不设置在一些场景下 也会被限制60帧画面 有些苹果的开发者发现 大多数应用程序的动画被限制在60Hz 这导致用户的观看体验非常不均匀 另外在一些滚动和全屏转换时 动画效果也会被限制在60Hz 对此 苹果也在第一时间给出了回应 苹果表示 所有第三方应用程序都可以充分利用120 ProMotion刷新率 但开发者需要在应用中添加一个条目 这个条目文档将很快提供给开发人员 也就是说其实目前被限制60帧属于系统的和应用的适配问题 这也是每次新iPhone上市基本都会遇到一些问题 这将会在开发者适应之后得到解决 并不算是苹果自身的问题 另外报道称还有一个bug影响了程序使用的构件动画 苹果表示会在即将发布的固件中修复该问题 除了以上 当前部分消费者还反映iPhone 13系列还存在其他bug 包括备份恢复和微距摄影 据了解 部分iPhone 13从备份中恢复到iPhone iPad后 可能会导致小组件重制到默认状态 Apple Music也可能受到影响 导致无法访问目录、设置或使用同步库 可能出现该问题的设备 包括了iPhone 13系列、iPad 9和iPad mini 6 而微距模式开关bug则是iPhone 13系列 一旦打开微距摄影模式后 会遇到无法关闭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 有消费者通过社交平台反馈 iPhone 13系列还出现了Apple Watch解锁后 无法通信的情况 部分用户根据客服建议重置网络后 仍未解决问题 因此只有将Apple Watch还原 再重新进行配对 不过对于iPhone 13出现的bug 有果粉表示早已见怪不怪 每次新款发售时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问题也大多是系统bug 之后更新的新的系统或许可以改善问题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评论和点赞哦